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一看二零式的新枪竹是什么样子 走走走走 那今年的明星产品二零式新枪竹呢 就在这个展台上了 走我们近距离去看一下 现在在我面前的这款 5.8毫米的搬用机枪 它适用于散兵 这个地方呢它是可以伸缩 也可以折叠的 那在它的这个地方 可以容纳180弹 中二零 中二零 十二零 然后呢 这次本次 以家族化系列化料下的二零式新枪竹 也代表了我们 新武器发展的一个历程 因为呢 经过我们新武器 130来年历史的发展 我们分为四个阶段 仰为中用 仿制仿源 自主研发 到了我们现在的自主创情 可以说是经过130多年的发展 新武器能够达到世界一流的新武器 是来经济的这么一个水平 手上的这款枪就更牛了 它是今年的一个明星产品 是一款新概念的新武器 叫做手持式电磁枪 是利用电磁为动力发射子弹 它的前方呢 有调节模式和射屏 它的弹药呢 也是呈现圆形的一个 这样一个形状 那它的弹夹是可以抓50发子弹哟 它现在呢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 模拟仿针训练体验区 接下来呢 记者就要带大家去体验一下射击 那我现在手里的就是 我们刚才看到的 224新枪组的191这个自动步枪 针枪1比1还原的一个仿针枪 我们打到这个把上的 其实不是真实的子弹 是靠本外线去感应的 那么打的时候 其实它也有比较强的这个后座力 这个后座的这个力度的话 跟真实的步枪比起来 要稍微弱一点 我国自主研制并列装军警的204新枪组 相较于以前的95式枪组 采用轻量化设计更便于携带 以前一把枪只能打1万发或5000发子弹 204枪组把它的寿命提高了一倍